安安 大家好 我是巧克 歡迎收看科技小電報 今天想來跟大家聊一聊 進行三個比較嚴重的社群平台當機事件 那為什麼聊這個主題呢? 因為前陣子十月底的時候 不是有IG故障導致大量帳號被停權的事件嗎? 我就是其中的苦主啦 當天晚上我一打開APP 他就跟我說我違反社群手的帳號被停權 當下我滿頭問號又很緊張 我明明就什麼都沒有做啊 就算對處置提出意義也沒有用 後來查網路才知道 原來是IG出了狀況 連帶還讓許多人的粉絲數狂掉 當天晚上十點多 IG官方才在推特上面回應 表示正在調查故障的原因 你們聽說我是在推特上面 這還被網友揶揄了一番 後來只要凌晨 大家的帳號才陸續的恢復 那我自己的好像是在2點多才復原吧 這次是很幸運的完整的拿回帳號 不過IG官方到現在都還沒有告訴大家 那天到底為什麼會故障 那提到IG就有在講講Facebook吧 雖然大家現在都說好像沒什麼在用臉書了 但那還是有約19億的每日火藥用戶 而且很多人是用臉書帳號連接其他網站 如果今天系統突然出事的話 受影響的人還是非常的多 臉書在去年10月全線當機長達6小時 而會掛掉這麼久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工程師都在遠距工作 無法及時到場維修 你可能會疑惑 欸?系統不是也可以遠端維護嗎? 為什麼一定要到現場呢? 那是因為在這次臉書的數據中心骨幹 在維護的過程中被五一間關閉 根據網路上查到的資料 可能是內部人員動到了臉書的DNS設定 結果連接臉書的BGP認不出它 導致無法順利接上 講白話一點 就像我出生到現在都是妹妹頭瀏海 大家都用瀏海來認巧科 結果有一天我突然變成龐分瀏海了 全世界就認不出我了 公司不讓我來上班 家人不讓我進家門 就因為他們認定龐分的不是巧科 臉書那天也是發生這樣的狀況 連工程師也連不上伺服器 至少親自趕去主數據中心維修 抵達後門禁卡還刷不開大門 因為門禁也是仰賴臉書的系統來辨認 在這危機的時刻根本是雪上加爽 後來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得以維修 讓臉書系統逐漸恢復正常 那這次的事件也讓不少人反思 一個公司的停擺居然能影響到全世界的用戶 我們是否對單一網路社群太過依賴 同樣也是社群平台故障 導致大量用戶生活機能癱瘓的事件 不得不提到今年10月中南韓的Cacao之亂 Cacao的服務是南韓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接下來有國民通訊軟體CacaoTalk 與電子支付、地圖導航等各項延伸服務 應用覆蓋率佔全國97% 甚至連政府、企業也會使用Cacao的服務 說是這間公司獨單應該也不為國喔 OK! 結果就是這間大公司出事了 連帶全國的日常生活都出狀況了 10月15日韓國一間數據中心失火 造成電力中斷 許多伺服器也相繼斷線 其中包含南韓最大入口網站NEVER 以及Cacao的伺服器和主資料中心 瞬間全國人民都無法使用CacaoTalk聯絡其他人 大家都處於一個失聯狀態 綁定Cacao帳號第三方服務也不能用 無法付款、無法叫車、無法打開車票 一間公司的各項延伸功能停擺 竟然南韓成為了幾乎什麼都不能做的人 就連南韓總統也表示可能會釀成國安危機 而且這個狀況居然維持了一天半 直到10月17日才出現好轉 針對這次的事件,外界指出 可能是Cacao的二重化系統沒有建置好 無法及時轉換資料到其他伺服器 剛剛同樣遭到NEVER 就可以在災害發生的幾小時內 啟動二重化措施盡速排出問題 而且其實政府是有規定電信業者與電視台 必須定期繳交災難管理基本計畫 加上遇到通訊中斷時的即時應變能力 但像是Cacao這種大型網路企業卻不在此規範內 Cacao之斷之後政府意識到事態嚴重性 除了積極修正法案 總統也暗示將會對目前的市場結構做調整 避免寡頭企業影響全國運作 成為影響層面相當廣的社群平台故障事件 看完這幾個事件之後我不禁覺得 現代人對網路真的有很嚴重的依賴 生活大小是幾乎都離不開網路 而當我們過於依靠單一平台的時候 就像是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當他今天受干擾無法運行時 我們的生活會更大亂 所以平常我們也要學會分散風險 像是通訊方式不要只用LINE 你可以把重要的人的電話號碼存在手機裡面 這樣當LINE不能使用時至少你還能聯絡他人 在這邊也想問問各位泰友 哪個社群平台故障會讓你最有感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是巧克 我們下次見 掰掰